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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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配合採用NVIDIA 28LM GK104 繪圖核心 的全新GeForce GTX680 繪圖卡上市 Inno3D 干預24日 週六舉行產品發佈會 除以展出全新繪圖卡 以及設有多個遊戲平台 讓用家們試玩 體驗GeForce GTX680 遊戲效能外 更邀請到NVIDIA 亞太區通路營運眾監 Polay到場 為現場人士講解 GK104 繪圖核心 以及GeForce GTX680 繪圖卡的架構和功能 如何提升繪圖效能 及其他表現 發佈會正式開始講解前 大會於現場 設置多個遊戲平台 讓到場人士 率先體驗最新GeForce GTX680 繪圖卡的遊戲畫面質素 同時也設置了 透過採用GeForce GTX680 繪圖卡移成的 NVIDIA 3D Vision Surround 遊戲平台 期間不少參加者 軍隊由新繪圖卡 組成的遊戲平台充滿興趣 而體驗全新GeForce GTX680 繪圖卡的效能表現 發佈會正式時 先由NVIDIA 亞太區通路營運總監 Polay 為現場人士講解 包括CAPR架構的GK104 繪圖核心 與上代FERMI架構核心的改變 以及其優勢所在 同時也介紹了 新加入的GPU Boost 繪圖卡動態超頻技術 以及擴鋸齒技術 TXAA Adaptive V-Sync技術 支援單卡三屏輸出 的NVIDIA 3D Vision Surround等 多項優化遊戲畫面 和體驗的功能 據Polay表示 CAPR架構的GK104繪圖核心 與上代FERMI架構核心 最大分別在於GK104 採用28來米製程 能夠減少核心面積 加入更多電晶體 並有助減低繪圖卡功耗 令GeForce GTX680最高功耗 更只需195W TDP 比較上代高階繪圖卡 又大幅進步 並只需兩組六片供電 並可支援運作 同時 GK104繪圖核心 採用全新的SMX設計 最特別之處 在於Cuda Chorus的數量大大提高 由上代GF110的最多32個 增加至192個 可大大提升Pixel Greatest Geometry Stading等多方面的計算效率 GeForce GTX680 支援新加入的GPU Boost 繪圖卡動態超頻技術 根據預設的TDP 與實際運作功耗之間的差異 來進行動態超頻 透過以提升時脈 來用進攻耗空間 進而加強繪圖效率 抗鞋子技術 TXAA 以及Adaptive V-Sync技術 可提供較佳抗鞋子效果之餘 亦可減低因開啟抗鞋子而帶來的流暢度下降幅度 Adaptive V-Sync技術 針對於繪圖卡輸出影像的時候 60fps一下子降至30fps的轉變 令到畫面在遊戲時出現明顯遲緩跳動 影響遊戲畫面的流暢度 透過Adaptive V-Sync技術 則可減低fps一下子轉變而出現的遲緩跳動問題 NVIDIA 3D Vision Surround 即可利用GeForce GTX 680估圖卡支援單卡進行三屏輸出 並以3D Vision的方式顯示 達至NVIDIA 3D Vision Surround 大大提升遊戲玩樂效果 Poller也補充 GeForce GTX 680估圖卡 除了在測試數據表現理想之外 在實際遊戲中以SLI方式 3D Vision 以及驅動程式 也可兼容多款遊戲 而滿足遊戲玩家 除了在測試跑分數據之外 在實際遊戲應用上的需要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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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